紅條女生 開拜 來賓前陳參拜 為客家聚落銀釘之喜 獻上祝福 今年是逢六堆三百慶元宵活動 各個客庄都有熱鬧的慶典辦禮 其中有著一百四十四年歷史的 嘉東三山國王廟 也一群傳統搭起服場 提供在地鄉親及遊子參拜 在六堆客家聚落 銀釘釘是一個很盛大 對一個家庭而言 或是對一個家族 或是對一個聚落 或是對民俗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所以銀釘釘幾乎是 家裡面大大小小 喜後鄰兒都很高興 今年嘉東鄉的銀釘 突破一百四十四年以來的傳統 首次辦理銀釘之 打破以往只有男釘可參與的限制 期盼不僅是要延續客庄傳統 也能落實兩性平成 我從小到大是在這邊長大的 然後也是吃了好幾年的新釘餅 然後剛好去年就是 也是生了一個女兒 然後又很幸運 可以當就是行之手 所以覺得很榮幸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 就是要落實兩性平權這樣子 然後因為本身也是職業軍人 所以我會覺得說 男生可以做到事情 女生也是可以做到的 很榮幸參加這一次的迎新釘 剛好女兒也是新之手 對啊很開心可以參與到 山山國王廟這一次的共襄盛舉 今年我們加東這個銀釘釘的儀式 特別又加了一個銀釘之 在少數化的年代 我們更是要鼓勵男女平權 尤其落實政府的這個男女平權 所以今年的銀釘釘又增加 突破一百四十四年的傳統 加了銀釘釘 算是在整個落實政府的男女平權以外 最重要就是在整個把這個百年的傳統 能夠一直 把數百年來的傳統一直延續 現場判斷強調 延續數百年來的傳統相當不容易 銀釘釘活動不僅蘊涵在地客裝文化底蘊 也象徵傳統信仰的傳承 而今年的銀釘釘更是在少子化的年代 落實男女平權的重要契機 也讓活動更具意義 屏東新聞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